东北的秋天是浓烈的,是短暂的,更是美好的 今天我们从下沉子出发 沿济10随满高速,沿途积牡丹江 在海陵下高速,在沿济301国道前往横道河子 带大家一度东北秋天的景色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东北的秋天,天气宜人,温度适中 当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射进来 我感受到了秋天的暖意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牡丹江 逛了南湖公园的找事 只是卖瓜果蔬菜的居多 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撑面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饭后,在公园散步 阳光洒在湖面,波光灵灵 在山上闲逛,陪伴儿子乘坐旋转木马 结束了牡丹江的短暂游玩之后 我们继续出发 漫山遍野的秋色与蓝天白云相映沉去 穿梭在曼庙的公路上 沿途的秋景应接不暇地映入我的眼帘 小小的镜头记录着每一刻的秋景 封向于屏幕前的你 很快,我们到达了海陵 穿梨海过群山 沿途一路风景,静收眼底 路过了东北虎原 无意间发现了七里地村 被这里的秋景深深地吸引 七里地村美得如湿如画 伴随着午后柔和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当微风轻轻地活过你的面颊 你是否感受到了来自秋天的亲吻 登上观景台,放眼望去 整个小村子与秋景融为一体 美不胜收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树 有象征爱情的白话 有翠绿挺拔的松柏 还有红颜颜般深情的枫树 一片片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叶子 展满了整个山头 无论你站在远处欣赏 还是自身其中享受 那都是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 七里地村除了美丽的自然分光 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 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和独特的民俗风情 都让人流连忘返 让我们继续行驶在纪301随满公路上 前往此次秋游的目的地 横道合子镇 横道合子小镇 位于我国黑龙江市 牡丹江市、海陵市 是一座百年古镇 有着悠久的历史 镇内有200多栋 1901到1905年 建成的俄式风格建筑 走在俄式奋情街上 拍照留念是少不了的 坐在长条木椅上吃个鳞嘴 是惬意的亲子时光 这里的秋天 有着独特的魅力 进入十月 整个小镇 反复打翻了条色板 将漫山遍野成林静染 从翠绿到金黄 从深红到紫罗兰 每一组颜色都让人陶醉 横道合子镇 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 而使其得以发展 完整保留至今的 有中东铁路机车库 独特的风景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光 二南也带大家桥上一眼去 天煤炭的蒸汽机车 以前只在电影里瞧见过 如今就在我的面前 大大的火车轮 有一人高 进入第二个机车库 满满的火车模型 都陈列在此 各个国家的火车模型 你最终情运的一款 当我们来到东正教堂园址时 已是下午四点钟 不敢想 教堂博物馆下班要闭馆了 没能进去看看 但是根据博物馆前面的石碑 了解到这里便是清华日军 在海陵的寿祥地 伴随着夕阳 我们启程回家 此路段的随晚高速公路 车很少 一路畅通 很快我们就回到了牡丹江 已是夜幕降临 秋风习习 我想没有比来一顿 热气腾腾的涮锅子 更让人暖心窝的 如果你秋天不知道去哪里 那就来东北吧 这里的美食美景 和热情好客的东北人 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快来感受 东北秋天的魅力吧